南投信一箱神木村对外的交通是完全中断了 神木村里面还有50位的居民都受困 目前传出来有三间的民宅被大水给冲走 加上碍雨子溪被土石流截流 出现了大型的燕色湖 警销人员紧急的出动撤离 但是还是有居民不肯走 要死守家园 现在是来到了神木村 最靠近受困村民50人的地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来到最前线 却发现了这边唯一通往到对面的这个变道 已经被冲垮了 对面受困的村民有老人还有小孩 但现在里头的人出不来 救援团队也进不去 所有人望着湍急的吸水只能干着急 遭遇的困难一中接一中 因为有部分村民还在坚持守住家园 让心急如焚的村长圈的嘴巴都快干了 毕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既然走人就说我们头发大身边要走 昨天新闻采访团队一路跟着前来支援撤离的 联勤兵诊中心国军弟兄 挺进灾区却是困难重重 你可以看到这个临时唯一的对外变道 昨天一夜暴雨已经加冲垮了 所以我们只能走在这种碎石的道路 现在还要往前挺进 一夜大水冲断了最外围的连外道路 这一头看下去像是倾斜45度的溜滑梯 附近的同富村也因为暴雨夹带的土石 竟然堆积成一个超大的眼色湖 现在是单行手帕 这个眼色湖突然间溃体的话 就会最有危险的就是包括在同富村 还有下面的村庄 最近消息是神木村石林 已经有人因为土石流冲进了家园 现在还在准备撤离当中 这一次的抢救神木村村民大作战 还在雨 时间赛跑 所以先有韩志欣周一的南投采访报道